嘿嘿嘿 你这老鼠子咋想不开呢 这放着这么多粮食不吃 你抱个茄珠子看得上 咋啦 老狗和人跑了 我这还有半杯奶茶 能不能喝到就看你本事了 诶 到哪去啊 咋不喝了 你这口臭有点疼啊 没有 这吃汗 吃的吃的 天哪黑了呢 诶 我觉得这地板还干起来了呢 你三个这么做有点不太厚道 这磕包香都吃半天了 这换我进去尝尝不行吗 前两天网购的金毛 这到货我一瞅不得了 虽然这小东西长得不怎么样 但是科学价值还是蛮高的嘛 别瞅了 动物嫁接以后就靠你了 各位别眨眼 真大眼看好咯 我们随机挑选一位细名观众 来 掌声恭喜这位先生 喜提蛋黄牛仔裤一条 待会都别抢 鸡蛋就一个 我这一挑起来 它这撸到谁呢 就归谁 看看今天的幸运观众到底是谁 先生们 女士们 大家看好了 这是我们店的特色菜 无手抓鸡的 不对 是手抓煎鸡的 各位老板 有我来给你们上这最后一道菜 看好咯 别眨眼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不算 不算 那几个都不算 得 炒个单炒饭吧 老板呢 这烙饼它比鸡蛋好吃呀 这就像这样啪的一下 它就吃上来 你们这煎鸡蛋它上脸不 上脸干啥 这我们这特色菜 你就在这吃块欣赏就行吗 不过 我这吃个鸡蛋太不容易了 还是你家这店靠谱呀 我今天在老家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桥 它这桥底下是空的 两边又没有扶手 他这是给谁走 这应该不是火车轨道吧 我今天发现我生活在富人区 楼底下随便六安的大爷 他都存款过意 不过我想问 我要是存款过意 能不能让他送我两件换着穿 今天这事他让我很习惑 到这个森林里面 他为什么要拆散我的鞋底 我看他这里面遍地都是树叶 他也不赶紧 难道是走个行尸 我今天到电影里面震惊了 他这商家是不是没有考虑到还有这么大的桶 这要是来十个八个带桶的 那他不倒闭了吗 我感觉很奇怪 前两年在路上看到人家把半个瓜切成西西瓜 于是自己就买了一块回来试试 结果他这是咋回事 西瓜不够远 这很奇怪啊 为什么那边观众席上面他都着火了 现场却没一个人走 这看球就这么重要吗 我今天算是长见识了 吃了这么多年饺子 这大蒜馅的饺子 我真是头一回听 他这组部可能是给别人吵架专门做的饺子吧 我这电脑他这几天就不知道咋回事 就感觉翻了小脾气一样 老挨上火了 听讲那个防火墙效果挺好的 有没有谁用过那玩意儿 这现在这石头到底是咋了 连脚他都有飞行作机了 我这现在还转着十一路公交车呢 我这以前一直以为他这个跑车是个勾断车 但是没想到他既然下雨间连个棚都没有 这设计师也太偷工减料了 我这小漫天没想明白 他用手机挡着这个强光不等于跟没挡一样吗 也没看到他给手机戴墨镜 我这时候会减半天了 他这地上走哪来这么多钱 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看着东西是减过一块的 怎么减也减不完 这长大了捡的早都是大饼盒的 总不可能是在做梦吧 我这时候会看满天没整明白 他这这么多蚂蚁都在齐心协力的搬东西 这两个黑大头是干嘛的 在这跑来跑去啥也不干 总不能是因为偷懒他俩才长这么大的吧 我在这看了二十多片 他这明明什么人也没有 这门玻璃它碎了 这总不可能刚挂玻璃质量还不好吧 这也没看到有人丢石子呀 我在这盯他们十几分钟了 这些鸭子怎么喜欢吃螺丝我就不研究了 关键是这螺丝壳这么硬 这鸭子吃下去能消化吗 这总不能吃下去之后再反复利用吧